随着城市化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现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已经变得越来越多 原来只是开车会堵 前两天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发现原来骑自行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是会堵的 那么今天我就要带你们看一个完全不会堵的交通方式 其实与其说是一种交通方式 倒不如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摩托艇 如果我给你介绍说这是一台C度的摩托艇 那相信你会跟我一样一脸懵逼 但如果我跟你介绍说这是一台源自于庞巴迪的摩托艇 那相信很多人还是不陌生的 毕竟庞巴迪它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 没见过它你也一定听说过 事实上在2003年的时候 庞巴迪动力产品有限公司开始独立运作 专业生产小型发动机及相关动力运动产品 BRP 磅礴品牌就此诞生 无论是在陆地还是水上 你都能享受到它们带来的极致驾驶乐趣 简单点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生产男人的大玩具的公司 BRP 磅礴在中国市场的产品布局 主要有C度摩托艇 Skido雪地摩托 以及被我们称之为UTV的全地形车 今天给你们介绍的Skido摩托艇分为六个系列 具备更大储物空间和更多舒适配置的休闲系列 具备超强性能帮助你突破极限的高性能系列 适合拨板滑水滑板冲浪 或者其他水上运动的滑水运动系列 专门为海调开发的海调系列 将时尚感和舒适度完美融为一体的旅游系列 以及适合新手入门小小轻便 具备高性价比的灵动系列 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过有人用丰田霸道之类的越野车 带着摩托艇出去玩 就认为这是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的话 那你可能对摩托艇有着一些误解 摩托艇的入门门槛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中的低很多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试驾的是一台摩托车的话 那我很有可能连摸上它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我的驾照是CE的驾照 但是开摩托车呢 我需要再考上一个D找又或者是E找 摩托艇就不一样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玩具 哪怕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它 只要稍加指导学会操作 你就可以开始它水面上撒荒了 骑摩托车的话 你可能还会担心自己摔倒之类的 而且在马路上也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但摩托艇就不一样 你只要坐稳了 基本上不可能摔下去 当然了如果是两个人骑一辆小艇的时候 那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当传速不高 两个人的重心又全部朝向摩托艇的一侧 那很有可能出现侧翻的情况 我的同事在拍摄的过程中就因此落了一趟水 说一下开摩托艇的基本操作 首先呢把钥匙给插进去 摁下红色的点火按钮 然后只要拉动右手边的油门 你就可以往前开动了 它并不是通过螺旋桨来推动的 而是通过喷射引擎 来控制艇的前进后退和转弯 所以说如果你仅仅是转动方向的话 艇是不会动的 必须要拉动油门才可以 然后它的刹车和倒挡也是通过引擎反转来实现 拉动你左手边的这个油门就可以 摩托艇的钥匙是用一根绳子连接着的 你可以把它绑在你的救生翼上 那它有什么用呢 就是当你一不小心跌落到水里的时候 你的身体就会把钥匙给拽出来 来给摩托车断电 这样你就可以很快爬回到艇上面 也可以防止你跌落之后 摩托艇到处乱窜造成二次的伤害 我现在骑着的这台是他们的高性能系列 拥有300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只要3.6秒 然后它的急速可以做到120公里每小时 我们都知道在水面上 你对于速度的感知和在路面上完全是两种感觉 这台摩托艇上是配备有蓝牙音响系统的 连接上你的手机之后 来上一段网易云音乐 你就可以跟着它一起动刺大刺了 其实摩托艇除了操作比较简单 它的价格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贵 虽然我刚刚骑着的那台他们的旗舰系列价格会比较的贵 但是我身边的这台Spark灵动系列 只要6万多的价格 而且没有报废年限 只要开不坏 你就可以一直开下去 另外因为摩托艇的船长是小于5米的 你也不需要给它上船牌 这意味着只要你所在的水面不是水源保护区 不受航路的管制 你就可以随便的玩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司机的自我需要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马上去买一台摩托艇的冲动 关注我们以后还会为你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视频 咱们下回见 拜拜